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运动一次 一次歇半年 一年里后也就这个季节 跑跑步 退下事 那我倒还好 我平时还是有运动的习惯的 像我平时晚上回到家 会运动了半个小时 我半个小时以上 然后再做半个小时的拉伸 这习惯真好 我就不行 我到家以后就是一滩烂泥 躺在沙发上抱着手机 一副生命在于近视的状态 好真实的写照 我已经脑海里可以想象出来 你那个很舒服的那个状态了 对啊 虽然我其实真的很想运动的 我听说运动可以分泌那个叫什么 多斑 对吧 它可以让人开心 会提升幸福感 对吧 可是我每次运动完以后 我这个胳膊腿啊 就肌肉特别酸痛 就是很难让我坚持下去 尤其是我跳完绳以后 我就跳两天吧 我就觉得关节特别的不舒服 我觉得好像这个运动可能也会让我的身体受到损伤 所以啊 我们运动呢 也要科学的运动 不能没有保护的运动 所以像我运动之前都会做热身 运动完了以后呢 还会做那个拉伸 然后帮助我的那个关节呢 先得到一个那个活跃 然后再帮肌肉 然后进行一个放松 准备工作好多呀 我觉得保护关节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我们最后来聊一聊吧 说到关节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 关节问题呢 会日益突出的 爱多美也是非常贴心 给我们准备了 富含姜黄素和MSM的爱多美姜黄素片 爱多美姜黄素片 富含人体健康所使的姜黄素和MSM 还有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C 除此之外呢 它还含有富有燕脉膳食纤维 黄芎复合体取物 甘蔗体取物 绿醇胰肺粉末 胺基葡萄糖硫酸盐 以及发酵 牛膝体取物粉末等等 这些天然的物质呢 都会有助于进行我们关节的疼痛 减少关节摩擦带来的水伤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爱多美姜黄素片呢 是分成了两个颜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排呢 是棕色的 上面写着TMZ的字样 这个是棕片 这个就是姜黄素提取加锡的片季 那么下面这一排呢 是白色的白片 上面写的是MSM 要仔细看能不能看到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MSM片季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具体的去介绍一下 这些成分具体有哪些功效吧 好的 姜黄啊 是一种富于咖喱黄色的香料 那它在印度呢 被用作香料和药用植物 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 那在被称为印度的东医保健的阿玉沸陀医书当中呢 也有关于姜黄呢 它是用于关节的这样的一个记载 那么在中国呢 姜黄也很早就已经误药了 是一味传统的中药 而姜黄素呢 就是姜黄的提取物了 是姜黄中的主要活性成分 那在通过韩国人体食用测试之后呢 姜黄素也是于2014年的时候 获得了韩国食药间首个关节健康的认证原料 被认证过的 是的 但是呢 从一般的姜黄粉末当中啊 是没有办法提取这个姜黄素的 它非常难以提取 那怎么办 艾多梅采用了百传统的提取方法 水提法 那采用100%的水溶性姜黄提取物 确保它的那个安全性 那600公斤的姜黄呢 经过13部的严格提取的工艺啊 仅仅能提取出0.0305公斤的姜黄素 可以说是非常的珍贵了 非常的珍贵啊 然后呢 经过了UVS的专利注册 以及哈拉的认证 所以可以确保我们艾多梅使用的姜黄提取物啊 都是优质的品质 可以放心使用 真的好珍贵啊 那我来说说看这个MSM了 大家可能对它呢都比较陌生啊 那么什么是MSM呢 它不是一个药品 它是海洋中衍生的天然有机硫化物 而硫呢是构成我们关节软骨的成分 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软骨的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MSM它最大的用途呢 它就是能够缓解由关节炎引起的这种疼痛 但是人体呢 这个是无法它自身合成的 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外界的这个食物来摄取它 那么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对于流的一个建议摄入量是每日摄入量是1500毫克以上 但是普通人平时摄入的流你知道是多少吗 50毫克对不对 对不足哦不足50毫克 这也是会导致我们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关节问题的原因之一了 虽然我们平时吃的食品当中也含有流 但是现代食品的这个加工尤其是中国的一种烹炸炒煎对不对 还有包装还有制作之后 食品当中的流呢就会消耗一大部分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补充这些营养补充剂的 而爱多美使用的MSM原料也是经过了美国食品医药局FDA的认证的 所以它使用了独家的四部蒸瘤的工艺 为了确保安全呢经过了四部蒸瘤工艺 可以将重金属铅啊磕啊身啊拱啊完全去除 生产出纯度高达99.9以上的MSM确保它的安全性 那最后呢就是锡了 虽然它在我们人体当中的含量不高属于微量元素 但是呢体内的多种作用啊都是离不开这个微量元素的 是的 是一个重要的抗氧化的一个营养元素 能够保护我们的细胞呢不是有害的氧化侵袭 在十几年前的日本和美国 以及以英国为主的那些欧洲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当中呢锡就被称为蓝色的魔法师 奇迹的元素梦想的元素等等 好奇迹 对获得了大量的关注 嗯那说到这个锡的重要性 我们负责不再提一下这个关节哈 你们知道吗 我们人体当中一共有206块骨头和100多个关节 那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自由活动的这个重要的器官 在生活中很多人都不太注意这个关节的护理和保护 那么像对于像是肥胖的人群 还有每天会大量运动的这些人群 那么给我们关节造成的负担是很大的 而且另外还要注意 就是像我们这些 只有坐在办公室 你坐姿 有可能又不当的话 就会造成我们的膝盖软骨 乔儿郎腿啊 对 这样就会受损伤了 所以呢 因此啊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的健康 因此今天我们推荐大众精品爱多美姜黄醋片给大家提前做个预防 爱多美姜黄醋片是分为冬片和白片的 我们只要每天呢两次 对每天两次 每次两片用温水来进行吞服就可以了 上午吃两片冬片开启我们活力的一天对吧 下午再吃两片白片然后温柔的结束这一天 好好的放松一下 那一盒里头一共有128粒 恰好呢是一个月的一个剂量 坚持预防护理 为我们的关节打造一个健康的护理 这个量也想得很重要啊 而且呢我们爱多美的姜黄醋片啊 它使用的原料也都是纯天然的 只要按照我们推荐的剂量服用啊 是不用担心会有过敏啊 不耐瘦啊现象的 那在食用的方面也请大家注意几点啊 此产品呢它不是药品 它只是一个补充营养剂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当作药品来去治疗 那同时也要注意婴儿还有孕妇 以及哺乳的妇女摄入时要特别的注意 要紧遵阴主应该是不能适用的 那姜黄过敏体质或者是患有特殊疾病 比如说像这种三高呀这种人群呢 一定要谨遵医嘱因为有可能会引起它的一些消化病凉啊 肠道不适啊恶心啊反胃等等 而且同时要注意不要去摄取这个过期的产品 好了那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啊 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保护关节和软骨对我们的重要性呢 那肯定是必须有啊 那有了健康的关节和软骨 即使我们老了也一样有脚力去环游世界哦 那今天的大众精品《星星早知道》就介绍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